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ya Mocknews 在株莲第一次见大家 首先祝大家心想事成 株莲万事顺境 香港这方面其实没什么特别事发生 在世界的另一端 这个委内瑞拉就不同了 一月份对他们来说相当关键 因为这个总统马杜罗 现在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当中 虽然他跟军队有出来 一起亮相过 不过在国内被逼下台的声音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来说 美国、英国、西班牙 甚至乎欧盟二十几个加上拉丁美洲的国家 都说承认瓜伊多而不承认马杜罗 所以马杜罗在现有的情况下 确实相当头恨 究竟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有很多人就估计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型战争 就正如马杜罗自己之前都有估计过 可能会打内战 不过这方面我个人就觉得 马杜罗可能看得自己太重要 因为就委内瑞拉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其实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之贫穷的状态 无论教师、公务员、军方都不是经常有良出 所以你说那些军队最后会向浅看 还是再继续忠于马杜罗呢 我想都很大的疑问 从2013年开始 其实这个委内瑞拉 就相当之可以说交上了这个恶运 因为这个石油的价格下跌 国内的GDP每年都双位数地跌 但是这个通胀就几何级数地升 所以就令到民怨相当之大 亦都是拉丁美洲里面 其中一个最多难民是逃离家园的国家 所以在拉丁美洲无论是左翼 或者右翼的政权 不同的国家 为何这次都大家齐齐举手 希望换一换人做这个总统呢 其实是不无道理的 讲回瓜伊多究竟他的合法性又怎样呢 其实瓜伊多是国会的议长 在这个委内瑞拉宪法里面 如果总统出缺的话 确实就应该是由这个议长去代任这个总统先的 在2013年的时候 其实查韦斯死了 即是这个上任的总统去世的时候 当时这个议长卡伟略 就应该是成为这个代总统的 他也有这个意愿 不过马杜罗当时这个副总统 就不让卡伟略去做这个总统 反过来他就自己就立即就任这个代总统 更加是请求这个最高法院 去授以他这个合法性 最后亦都如愿的 不过看回头 其实这个马杜罗政权 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的 因为2013年的总统选举 当时的反对派都拿到49%的选票 而在往后这个国会选举 亦都是由反对派去拿到大部分的议席 所以你说马杜罗究竟是否一个很能够 或者一个操控全局的一个独裁的统治者呢 确实我又觉得这样形容不太对 因为他只是一个能够 他每一次都是保住自己的皇位的一个统治者 但对于国内的政治架构来说 马杜罗的话语权其实相对来说是小的 另一方面如果从美国的角度 或者世界大国的角度分析 这个委内瑞拉事件又应该怎样看呢 其实美国国外的军事的力量 是有一个收缩的趋势的 你看到在这个敘利亚他说是撤军 阿富汗亦都是了 伊拉克只不过是盯着伊朗不撤住 北韩那方面他就采取一个拖着来谈的策略 但对于委内瑞拉 很明显现在成为了美国一个所谓祭旗的对象 绝大有机会如果这个马杜罗是不愿意出走的话 美国会不会成为了和委内瑞拉 终于马杜罗一方的军队会爆发小型战争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这个美国方面军事上的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官员博尔顿曾经被人偷看到 派五千个军人去委内瑞拉 另一方面来说其实亦有人计个数 如果美国取道哥伦比亚入委内瑞拉的话 其实不需要半日的时间 就已经能够军队去到这个委内瑞拉了 在这情况下其实 为何特朗普会那麽重视这个委内瑞拉呢 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理由之外 另一样东西了 当然我想特朗普的商人的背景 绝对看得到委内瑞拉的 这个丰厚的石油储备的价值究竟有几多 所以如果在拉丁美洲来说 又那麽近美国 能够有一个可以说他自己的一个 这麽受他影响的伙伴能够跟他一起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前进的话 确实相当之合乎特朗普的经济原则 所以纵使特朗普在其他地方 无这一个抗军或出兵的打算 对于委内瑞拉的看法就截然不同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委内瑞拉 这个马杜罗政府倒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是瓜伊多究竟在未来的日子 又会不会成为了美国 在拉丁美洲另外一个附庸国呢 这方面就更加值得大家去多些关注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国际形势 比起奥巴马时代可以说得是七国禁乱 所以大家固然要留意香港的情况 不过国际大势更加需要注意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一段